尘埃落定 印度球星挑战赛国兵退出双档 小胖领衔大敌康压 国兵男队21岁新星大头阵 本星时间2月28日 乒乓球WDV球星挑战赛国阿战赛事 将进行第二个比赛之的争夺 这一天国兵男队21岁新星徐英斌将会登场亮相 出战男丹资格赛 下面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信息 本战球星挑战赛是2023年度首战高级别赛事 冠军积分为600分 同时也是WDV系列赛首次落户印度 吸引了众多世界拼弹的高手参赛 所以该阵赛事也受到众多球迷的关注 在2月27日晚间 视频联官网更新了参赛名单 同时正赛签表也出炉了 至此国兵队伍参加该阵赛事的人数也尘埃落定 一共为11名球员 其中男队由樊正东领衔共计7人 其余6人分别是梁静坤 林高远 林诗栋 周启豪 梁雅宁和徐英斌 女队由王毅迪领衔共计4人 其余3人分别是前天一 刘伟山和贵曼 值得一提的是 国兵上述11人在本次球赢赛中 只参加单打项目 也就是只争夺单打冠军 双打则是无人报名参赛 确实显得有些遗憾 此前国兵总教练李笋曾表示 退赛的球员主要是身体原因导致的 就连组综合评估做出了调整 像王楚新 王满玉等球员 在前一篇进行的国兵队内直冬赛的时候 就出现发烧的情况 而陈梦和孙颖沙则是脚步出现了不适症状 其他球员也应该有不同程度的老伤 旧伤 所以希望未参赛的球员能够好好修整 争取参加3月7日在新加坡举办的大门过赛 根据本站球星赛的安排 27日至28日将进行资格赛 3月1日至5日将进行正赛 国兵参赛的11人中 仅有徐庸斌一人要从南丹资格赛开始打起 首轮资格赛轮空 所以在2月27日首个比赛日中 国民队伍无人出战 根据签表来看 徐庸斌在南丹资格赛的第二轮 将要对阵的是法国选手鲁伊兹 这名选手世界排名仅为450位 而徐庸斌的世界排名为52位 所以徐庸斌获胜的概率将会很大 如果徐庸斌获胜 在四个赛第三轮的对手 将是日本选手田中右太 与印度选手苏拉瓦朱拉之间的胜者 值得一截的是 在本营时间2月25日凌晨结束的 德国杜塞尔多夫之宴赛第二转赛事中 日本选手田中右太 得到了那一战赛事的冠军 在近期过程中 更是战胜了赛林维和牛光凯两位国民选手 所以目前的田中右太士气正胜 如果徐庸斌在南丹第三轮遇到田中右太的话 完全不能掉以轻心 根据赛程安排 南丹资格赛为三轮 如果徐庸斌顺利爽入到南丹正赛之中 依旧考验不断 正赛首轮的对手便是瑞典选手法尔克 南丹世界排名第36位 在2021年休斯顿市民赛中 法尔克与卡尔松搭档 连续战胜国民的两队总和 夺得了最终的男双冠军 所以法尔克这名选手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而徐庸斌即使闯入南丹正赛第二轮 也就是说打进南丹32强 那么在接下来 南丹16分之1决赛中 就将面对队友凡着东了 所以本次球赛赛中 徐庸斌场是硬着 根据正赛签表 南丹上半区还有林石洞 周启豪 而林高远 梁清坤和梁雅宁 三名国兵队员 则分在南丹下半区 肩负着阻击 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 日本选手张本志和的重任 国兵女队中 女单世界第四位的王毅离 为赛会头号重刺 势必会承担很大的压力 而值得一提的是 国兵女队的签位确实太差了 参三的四名选手 全部落在了上半区 不管怎么说 希望国民队员能够顺利突围 拿下最终的男女单冠军 捍卫国球荣光